台中市有一棵千年茄东树 原本面临建商计划盖高楼 而面临哭死的命运 但是在民间团体发起护树行动 和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建商宣布停建 眼见老树可以保留 台中界各界部分党派 一起庆祝老树 冲获新神 手拉手唱着生日快乐歌 民众为千年加东神木庆生 因为在民间护树行动 与市府支持下 原本打算要停建高楼的建商 已经宣布停建 为老树留下一线生机 蓝绿为了这一棵树 也绝对团结来一起 让它越长越好 大家团结起来 一定要保留台湾平地 最老的茄公公 住在老树附近的赵宗冠医师 特地将他20年前 为加东神木化的五公尺巨座 展示出来 一起庆祝 这个卡当已经超过一千年了 所以我看了非常感动 这一次我听到 有一个什么保护协会 还有好多人 他们说要借这个 我非常高兴 而且我觉得 我做不到的他们做到了 虽然建商宣布停建 暂时解除千年老树的生存危机 但是都市里过多的建筑 水泥地会影响它的生长 民众集气极力 希望给老树更好的生存空间 一起加油 然后成立一个千年加东神木 生态文化源 保障它的这个生存环境 甚至让视野上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看到它 因为其实它现在都是被遮蔽起来 很可惜 民众为老树发声 希望维护千年加东神木的生存空间 同时也是珍惜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 新行野台电视黄凤文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